好 歡迎你今天來到台積店面試 那在面談之前 我們要先進行視訊還有英文測驗 那在測驗之前 請問你要使用洗手間嗎 一關接著一關 就像是在打遊戲 護國山山台積店 首次揭開入職神秘面紗 從做視訊測驗 到教你打園區車去面談 台積店的面試指南 用有趣的RPG闖關呈現 但最誘人的 還是台積店的薪水 滿誘人的耶 有機會我會想要去 剛畢業的人的話 我覺得可以進去 就是磨練一下 可能就躲完 也是不容易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像我覺得比較重視 生活還有工作 他們可能就是比較重視 金錢 到底薪水有多高呢 社群平台就有台積店工程師 現身說法 每年9月拍一張 跟愛車的合照 從一開始的美式國產車 到德系進口車 他表示在台積店工作滿12年 會繼續努力做下去 直到做不下去為止 而之前也有PTT網友分享 從2012年進台積店 轉眼12年了 薪資也從150萬不到 成長到現在年薪700萬 其實在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特別是一些上市櫃的大廠 10年以上經歷 而且三人主管職的話 其實加上分紅跟薪水 14個月的年薪來看的話 其實大概一年的總收入 都可以達到500萬到1000萬 台積電年薪現煞眾人 大家都想要年薪百萬 只不過薪水越高 壓力也越大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承受得了 三令西文 張詠泉 楊芷玉 台北報導